晚上的11点时分了 没有手机信号 被王子咬死在这里 这边下雨肯定是搭不了帐篷了 但是这个梯它是不会下雨的 泡一下这梯 大家好 我是6月昨天凌晨的12点钟啊 来到了新月县 然后吃完饭了 找了一个树林啊 搭了一个罩伯 要不来白天的话又被晒醒了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我现在呢就打算吃完饭以后呢 前往恰西公园 离这里差不多有100多公里吧 我来打算走小路过去啊 走大路的话也没什么的风景啊 听说那边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 昨天这个太阳晒得要命啊 好在今天有这个太阳可以躲 要不然今天又没什么精神 可以骑自行车了 好了我也该收装备了 行李收拾好了 现在大中午的太阳有点晒啊 这里没有风啊 非常的梦乐 这里的身体不太舒服啊 感冒了 这个喉咙啊 鼻子啊都挺难受的 还发了点小高烧啊 走了出去了 梦乐 梦乐 空气不流通 哎呀风吹不进来 看一下这个风雨 哎呀呀上了 来到了县城找不到吃的 这里有一家椒麻鸡 尝一下味道吧 哎呀 酱麻鸡 椒麻鸡 打包吗吃哪 打包 买了一份椒麻鸡 好久没吃了 尝一下味道 现在出发了 时候也不早了 这水是哪里来的 这是椒花的水 椒花的 然后我把这个 装奶 然后倒给你剔下 这个水一直开着呢 不知道 我来的这边的时候就是水开着的 哇 洗发了 太热了 三鱼 哇 太凉快了 找个地方休息一天 这里天感冒了 不太舒服 摄影车也骑不动了 再加上这个天气 实在是热的受不了 好 尝一下钱 这个小的不好 这个好吃 这个多少钱 十块钱一公斤 这个很脆呀 挺好吃啊 找到一个好地方 旅游意在 躲下太阳 这边是游客房车旅行啊 都可以在这里过夜 他这里有水有电的 你看刚刚那位师傅说 那我在这里可以充电 我在这里吃点东西 休息一会儿 正好我这个冲泥宝没电了 给它冲在电 然后把游轮机也拿过来冲一下 冲泥宝只有38% 吃点浇马机 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外面有点晒 刚刚那位师傅说 让我在这里露营也可以 因为这边本来就是为房车自驾呀 旅游的人服务的 挺好的这个地方 刚刚休息了两个小时 现在精神走走啊 前往下面两个森林公园吧 一个是库尔德尼 一个是恰西 但是要走小路进去 要远离国道 这边的气候啊 比我想象当中要热得多 跟南江有的一拼啊 这个天气有多热 你看这个氦 身体都已经湿透了 已经想要游个泳啊 这里啊 马上就要进筛了 这里要买一个西瓜带着 晚上可以吃西瓜 这个 拿一个西瓜 绑了这里稍微埃圈一些 这几天买的西瓜都是不熟的 还有海蜜瓜 西瓜今天是个好瓜哦 哎呀 非常好多 终于啊 来到了库尔德尼 然后恰西森林 是往左边近的 还有30多公里到库尔德尼啊 刚刚从这里上来 现在是买头大 害了 这里好像是在缓下坡 有下坡就有上坡 所以还得加油齐 现在这条马路车量很少很少了 一般都是当地的车 或者说自驾的车 我以为这条路非常差 想不到修得很好 海游路 哎呀 这里好凉快啊 太阳晒不到 这个地方就是信号不太好啊 找个地方露营也不好找 本来想着这个桥洞下面搭个站 但是没信号 只能继续往前面走 这边一点信号都没有 而且这个山上面居然没炒 光秃秃的 上面还有当地不明的房子 废弃了 但是这边没信号了 路不了营 要节点柴火 晚上自己做饭 一根柴不够 前面再节点这个上坡 挤不动了 那么多 现在好想洗个冷水里 都已经出了一身汗 待会用那个狮子巾 给顺利擦一下 对面这个云是金色的 可惜被这个塞给挡住 看不见了 还有一座飞机房子 晚上的十点半了 这里没信号 也不知道拔到塞顶 还有多月 因为如果有信号的话可以看一下 但是没信号啥也开不了 本来想一口气 提到塞顶了 但是也不知道还有几公里 现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这里虫子有点多 被王子咬死在这里 现在是凌晨的十二点钟 这个坡太陡了 逆风啊 起不动啊 我感觉快到塞顶了 因为这个到牙口的话 这个风特别大 希望这么好 我们把这里信号一点都没有 这么分溃了 还没到塞顶了 哎呀 看到这个镜头就心碎了 吃个瓜吧 喝的受不了了 吃一小块 这瓜到买的挺多 吃饭个脱子 实在是躲不动了 看WIFI的只能 现在已经是凌晨的十二点 快了 十二点四 不快一点钟 开吃了 想不到离开葡萄以后 一路上坡 没行后没有响透 我去震傻 华在这里搭着我们时刻太危险了 这个 太恐怖了 这个不像是蜘蛛啊 这个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这个是啥怪物啊 我心碎了 那边塞顶还没到 这里离塞顶很远的 没有信号 开不了这个塞顶到底在哪里 但是我刚刚看到 塞上面有一辆车辆 离我这里好远好远的 我今天晚上就随便找个 路线路板 没有信号 也没有办法 只能四点的话 明天下塞了以后 找有信号的时候再解释名了 我这个脚底啊 好像臭筋了 这个脚底有点疼了 骑不动了 这边没信号也只能 找个桥洞露营啊 我去看一下 看下面这个桥段 可不可以搭照吧 下来看一下 干不干净 哎呀 挺干净的 就是这里风有点大呀 哎呀 这个风 哎呀 没办法 今天晚上只能将就一个晚上了 我去把自行车 推上来 这个自行车往 这边锅吧 这里有一个 排水锅 往这个排水锅这边下来 这边下雨肯定是搭不着帐篷了 但是呢这个梯它是不会下雨的 这边下雨肯定是搭不着帐篷了 但是呢这个梯它是不会下雨的 推上求不信心 就放这里 这个地方还不错 就是风有点大 哎呀 坐点饭吃一下 现在凌晨的快两点钟了 我肚子饿得已经是空空的 很来受啊 大半夜的马路上偶尔还会路过几辆车 晚上的话自己做点饭吃一下吧 我现在肚子空空的 急了一晚上不吃点东西下去睡觉 真的睡不着觉的 哎 我好奇有没有那种 一种软件可以测试手机信号的有没有 今天被这个没有手机信号坑踩了 真的是早知道我就明天来拔了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软件 就是测试海拔了 当前海拔是多少 然后对面的海拔是多少 只要有网络就可以测试啊 但是因为今天没有网络了 所以测试不出来 塞底到底有多远 到时候把这个好的软件 我推荐了给大家 我先休息一下吧 哎呀这怎么有水啊 到晚做坏 把网络搭起来给你搞一下 把网络搭起来给你搞一下 不然 猪蝶米饭 饿坏了饿坏了 泡一下这里 这里有好多的柴火是短的 做一下饭 这个柴火炉好久没用了 坏了 哎呀打不开了 这啥搞 好久没生火了 大半夜的凌晨2点钟 2点多了好像 刚刚休息了一会儿 终于生草了 这边虫子比较少了 蚊子比较少 下面全部都是蚊子 咬死人了 天气稍微冷一些吧这里 这米饭泡了十几分钟啊 最好是泡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由于时间太晚了 我就想让它煮一下 没事的 十分钟也没事 只不过口感差一些 泡得越久越好 看一下我这里还有啥好东西 有这个榨菜 金针菇 还有这个腊肉 今天吃这个腊肉吧 我这里还有鱼怪头 这个小黄鱼 明天吃吧 然后今天刚买的这个蔬菜 上次买的蔬菜坏了 今天坏心了 想不到今天真的是 万万没想到凌晨2点40分了 还在这里做饭吃 真的要有多么狼狈 就有多么的狼狈 这个腊肉买来好久好久了 30块钱好像 今天吃三分之一 炒个腊肉吃一下 好久没有自己做饭了 我这个铁锅都已经生锈了 包括这个蒸柏啊 都被那个弄黑了 我去这个倒不行 切都切不下去 哎呀这个好油腻啊 等一下焯一下水给它 瞧瞧我这个切的腊肉 我这个手绝不都是油啊 纸巾给它擦一下 哎呀这个好香啊 这个 不要招来来野生动物啥的 搞个湿纸巾擦一下 要不呢这个手啊 油滋滋的很难说的 我先洗把脸 这个米饭熟了 现在给它洗一下锅啊 这个锅有点脏 这晚上呢 夫人有点带啊 搞一颗这个草啊 拿回去洗锅 用这个石头啊给它 外面这个铁锈给它刷干净就行了 这个有点崩溃啊 这个有点崩溃啊 只有这样子才能锅刷的干净 然后再倒入水重新洗一下 幸亏我这个水带的还是很多的 给猪肉焯一下水 给猪肉焯一下水 这个蔬菜给它切好了给它洗好了 这个腊肉水给它倒了 然后给它盛出来 然后给它盛出来 这个腊肉非常普通 先放入了四颗冰糖 幸亏这里有很多的柴火 哎呀呀 有点水啊 给它爆炒一下 这个油感觉太多了 然后放入这个 放入这个 这个很嫩啊 爆炒 加点蚝油 这个啥都不用放了 稍微清淡一些吧 我放点酱油 啤酒来一罐 爆炒腊肉 少许酱油一点点 香啊 这感觉不需要放味精了 马上熟了 把这个水分给它烧开了就行了 就能吃饭了 是香味拒绝 有颜色哦 有香味啊 不知道味道如何 出锅了 哎呀 先来一块腊肉尝一下啊 味道确实还行 就是这个腊肉品质不行啊 只能也就这样了 但是很下饭 开饭 哎呀 米饭看一下啊 哎呀 这个 石头掉去了 把这个石头拿掉 看起来这米饭煮的还是 挺不错的 主要尝一下味道路 先少来点 开饭了开饭了 现在是凌晨的三点钟了 还是挺不错的 嗯 就是这个腊肉品质不行 这米饭可以 大半夜的躲在桥洞里面吃饭 有点狼狈啊 今天两个菜哦 竞争锅 这个再不吃的话就坏了 买来放了好久了 天气太热了 尝一下有没有坏哦 看起来味道挺不错 嗯 没坏 我还有坏呢 他这个是 麻辣 我要吃了 有点麻呀 啊 要是只是辣的话 我是能接受了 哎 这辣的 这麻的 太爽了 哇 这个辣 这个金针菇不太友好 麻的我流鼻涕啊 啊 这个我看到这个辣椒害怕了 凌晨的三点败了你看 终于吃好饭了都快天亮了 我东西我就明天收了 把这个西瓜拿进去晚上 口渴了还能吃 终于可以睡觉了 这里没信号的有点狼狈啊 吃饱饭肚子舒服多了 今天要早点休息了 全身散架了 我这个脚底吃抽筋了 还是肌肉拉伤了 拉伤了很疼啊 明天呢就去这个看一下这个库尔德寅景区 今天有点狼狈啊 想不到这里聚了一路没信号了 这挺难火的 睡在这个海洞里面就是有点草吧 外面风还是挺大的 好在明天可以睡个懒觉 然后太阳的话是晒不到的 这个西瓜坨上来真的是有点糟粹啊 明天的话就轻松了 再往山顶爬一点就到山顶了 最多还有两三公里吧 好了说不少了 我们明天再见晚安